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从基层做起 我爸爸他其实是在里面做采购 我妈妈是收银员 所以你一直到现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就是 各种各式各样 台湾的国外的各种不一样的水果都在你身上 大概这十年吧 因为我出社会差不多十几年 然后我觉得从小有乳乳乃乳 国小三年级就开始拆纸箱 就差不多就那个时间就开始在接触水果 那你的工作是去找水果然后卖给 卖给 我们其实是一开始都是在做 就是卖给一些超市跟同路 对那我爸爸也是从一间超市开始做 做到现在算是供应可能几十家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要往更多远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是愿意 跟我们做合作的对象 我们都还蛮愿意尝试的 所以今天跟数位聊天应该可以聊到很多菜虫 不 应该是这个我们说中间商跟农民之间有趣的故事 对没错就是有趣的故事对可以打破大家的印象 需要哦 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农友需要你们的协助 我觉得是互助 互助 因为他们种不好我们也没得卖 不要给我练乱贴标签我们不是菜虫 我们是想跟农友一起共好的中间批发商 跟好农友共好中间批发商 太好了 其实今天也是从事这个行业 不过呢 慧琪现在他有新的身份就是他走 他走进的是渔业产业 今天跟各位介绍的是台湾最正的农妇陈慧琪 主持人好大家好 我是台湾最正农妇陈慧琪 这个名称别人拿不走对不对 拿不走了 现在就是全台就只有我 然后他刚跟我讲说我要看一下我脸会不会很大 我最怕我脸太圆这样而已 不会啊蛮漂亮的啊 最正农妇的名称 永远没有人能够把你拿走的 对我准备就是扛他扛到牢 好不能有任何人把你抢走对不对 也没有机会 其实两位今天会一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有住在这个行业做很久 早期你也是种 我种小番茄 而且我经营台湾小麦 然后我是他的供应商之一 对 你是他 以前曾经的农民 我跟他认识很有趣 他是我自己那时候在种玉米笋 然后我在网路上卖我自己种玉米笋 他就失去我说他要跟我面交 但是因为他那个大头男生 而且又年轻的男生我都怀疑他涂抹不贵 所以我当时想说怎么会有男生来跟我买玉米笋 一般都是妈妈我的客人都妈妈后来他还跟我面交之后 就是买了一次 然后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后来他又来跟我买东西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你是真的自己组 还是买回去给女朋友组还是什么的 他才说没有啦其实我看你脸书看很久了 然后就是也很想跟我就是认识一下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工作或者是他们家是一个蛮厉害的农产公司这样 所以我曾经是他的供应商 然后我在种台湾小麦的时候也就是蓬他的福气 就是我们有上比较大的通路去打品牌或者是有拓展的知名度这样 因为通路他们熟悉 都在他手上 不是是这样吗 都在他们手上 没有没有没有 那好好抱一下大腿好了 他现在才是大腿好不好 他现在才是大腿 其实我这两位好朋友我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们都是台湾农业跟渔业的推手 水果业跟渔业的推手 那从刚刚慧琪讲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说他是菜虫对不对 不能这样说他 我觉得是这样讲 因为大部分农民的角度或农民的角色 我们很常在禅销的过程中 说到一种就是我们自觉会是不合理的对待 但是我觉得他是算是打破我对中间商 或是人家说换纳的认知 换纳 对我们都讲换纳 换纳是有点像盘商或是收购的意思 航靠换纳拍卖场 就是一般我们对这样子的角色都是 其实都是排斥的 然后有一种就是一位不得不 所以就交给你们 一位通路在他们手上 我不得不抱他大腿 可是我跟他的就是合作过程 因为我觉得是因为他一开始看起来就是和善的样子 然后又年龄相放 他没有写唯利式 他没有看起来很凶 对我觉得重点是这样 如果说你就是一开始像如果我开始冲农 我就我都碰见一个可能一脸就是比较老手的换纳 可能就我没有含扣空间了 可是他看起来就是可以含扣的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说 对我都跟他说玉米笋跟他含扣就对了 对因为他说他要卖了他要等于说他要跟你采购来卖 那是不是要让利给他 我就告诉他说可是我玉米笋 就是我那个是红薰玉米笋 然后我没有用药 我想量不多 我没有办法便宜你很多 我就先踩一个线 然后下一次就跟他讲说 不然我一斤让你可能10块15块 可以吗 然后他也可以 后来我讲说好像可以谈 所以我觉得是跟他练习很像在壮胆 然后我自己现在我在辅导农民的时候 我常常在讲 有时候我觉得是我们农民常常会自觉弱势 然后可能你就不好意思说出一个价格 或者是好像我们羞涩谈钱 或者觉得自己没有主控权 生下大权长在别人手上 所以我们就不好意思说钱 可是我觉得越是这样 你反而会损失越多 所以我现在就是我觉得在他的就是跟我互动之下 我觉得练习 甚至之后我们也教手很多经销 所以就比较知道说怎么教农民 或者是我自己就很敢谈价格 我如果不要给你这个价格 你要我不想给 那我们就没关系 就是做朋友就好 不要花旗干完 但是如果买卖成功了 后面都不要生后的 就是我自己比较常会建立农民这个观念 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然后我们要敢谈 然后如果谈不成我们有没有退路 你要有退路啊 你没有退路你就是被收走 那也没有第二句话了 今天包括书伟跟慧琪呢 目前来讲都还没有 应该说你种过小番茄 跟种过玉米笋 跟种过大豆嘛 你以前也是农民 不过现在你已经不是农民了 你也变成是中间商的角色 然后创品牌 就跟书伟是一样的 其实要透过你们这样的推手 才能够让台湾的农业更好 因为毕竟还是有不一样的专长在 刚刚慧琪讲了很多他跟你之前发生的故事 我都没听过 其实他今天来之前有一些我都没听过 都没听过 那你感觉是 我都不知道我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好欺负 我不知道 现在看起来就老板好 其实我觉得他蛮诚恳的 因为他告诉我说 温瑶哥你可以叫我菜虫 但是其实我们不想做菜虫的那样不好的事 他们很希望能够跟农民共好 像今年这个水蜜桃 这不是水蜜桃 这是翠桃 它其实水蜜桃有很多品种 然后它是平地的 这个平地的 平地的它品种就是可能有七八种 现在比较普遍的有七八种 像什么拉拉山或是梨山的 就是那种咬下去会整个大喷子那种 水龙头眉关那种 那个是另外一种品系 这种品系它其实是有点类似田桃 可是它就是可以吃硬的 可以吃Q的 可以吃软的 口感比较Q 你讲一下这个田桃的农友 跟你发生什么事情 他负责讲 我们负责把这盘克掉 好好吃 这个很有趣 就是我们今年刚好在上个月 就刚好接触到这个农民 然后他说他老婆跟他的女儿 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他还不知道他采收 他种第三年 他不知道他采收的时候熟度怎么样 然后就老婆就是他采收的不好 东西都要丢掉 几乎没有收成 他老婆跟女儿叫他把他砍掉 对就他今年还是硬的头皮彩 然后他熟度摘的大概八分手之后发现说 从硬的就可以吃 结果他的桃子超级好吃 这是他第二个品种 而且他很聪明 他种两个产期不同的品种 然后从很前面就开始摘 他产期很长 他可以慢慢摘 因为人手不够 他慢慢摘 然后他今年跟我合作的时候 他很高兴 可是他来的东西其实品规分的不太好 就是有坏的啦 或是规格没有谈妥的 然后价格的部分也有疑虑 就是跟刚刚慧姐讲的一样 是有疑虑的 但我觉得刚刚慧姐讲的没有错 就是我都跟他们讲说 你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吗 不是说我一定要什么价格 我会跟他讲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那你觉得可以吗 还是我全年跟你一个价 但是你如果真的长很高 你也不能不教我货 因为我们遇过蛮多农民是 我今年就是卖得很好 然后明年我帮他跑掉了 然后像芒果就是啊 对我就遇到这个东西 所以说你帮他卖掉了一整批的货 我帮他卖一整年 因为他的种植有问题 所以他的果很小 他卖不出去 我帮他卖一整年 他卖不出去 你还帮他卖了一整年 一把他销了很多的货掉 对 然后今年价格好 他就不教我 对这种这种药很多 可是商场就是这样啊 没有我跟你说 我遇过很多 像这个农民就很好 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一些误会 因为不是我去谈的 你还要把他客光了 对 很好吃 这不是我去谈的 所以他今年就 你意思是觉得说 这个雪蜜桃的老板 他本来是不想种啊 他超想种 可是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种树可以赚那么多钱 他今年就感受到了 因为他今年收成好 因为抱他大腿就对了这样吗 也不是 因为他今年收成好 你有量就可以自降 他可能不知道说 果树的收成可以多少 然后再加上他刚刚讲到 被老婆跟 女儿给租住 泼冷水啊 泼冷水 或者是果树叶菜 或者是瓜果 我们每一个 就是跨行像跨山一样 所以在所有的肥培管理 还有就是所谓的采收的熟度 而且依据品种不同 他采收状况又不同 完全不一样 再加上他可使用的工有多少 他要去敲签 这些都是他的所谓的专业跟能力 如果他能够把这些事情处理好 那肯定你就是 你有努力 有劳动 有成果 你就可以换钱 可是前面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没有办法掌控好 你把风险变成自己要承担 最后 你就会没有获得获利 甚至你都赔了一年的 可能劳力的工钱 所以其实有时候 农民如果认真的 顾好自己的品质 他可以大大方方的 跟中间商合作 他如果顾好自己的品质 通常都可以做宅配了 你懂吗 他会直接自己宅配出去 他会找他 刚刚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就包含他刚刚讲芒果 就是他种小的 小的 就是肥培管理可能有问题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 自己不管宅配 或者是其他的同路都不喜欢 那种斑 然后他 就可以找到他们 他就找到他愿意接 可是当然就是在农民的角度是 他今天是找谁愿意接 那你接了 可是明年 就像今年的 就是每年芒果的状况 不管从开花开始到结果的状况 市场的价格 崩盘了没有 他如果比较早出来 肯定不会找中间商 因为比较早出来 你跑拍卖场价格拍都很高 可是到中间大量不同地区的芒果都出来的时候 不同品种都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很像大乱斗 大乱斗的时候 我们就会 这时候农民就很需要 这种中间商可以瞬间把他吃掉某一部分货 可是我自己也会这样跟农民说 你不能有需要的时候才找人家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做人的问题 但他可能就遇到不会做人的农民 那我问你 你们做中间商赚的比较多 还是做农民赚的比较多 我觉得风险不一样 农民是这样 如果你的技术 用很短的几年的时间维持好的话 你可以吃一辈子 可是中间商不一样 中间商是 你要去跟很多不同的东西打交道 但是其实不是东西 其实是人 因为东西的所有人就是农民 所以他其实在跟很多农民打交道 然后拨干净 然后建立那种 长久的信任 长久的合作关系 现在就要教导农民让他们更好 你说教导这件事不如说 我们是一起向上学习 对 这个水明桃就是啊 这个水明桃他就是 我那一天就是很直接 因为我原本不是我接的 我同事接的 我员工接 我员工接的就是不是很顺 因为刚好他有问题 我当下我就直接打电话给农民 农民跟我说 我从来很少遇到农民跟我说 要签约收定金的 他那个没有很多钱的东西 因为他需要你帮忙了 不是 他说你哪有给我花五百金的东西 结果你 你给我给我放 他叫我先准备定金给他 然后要签约 可是其实我们做农业的买卖 我们做批发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很常有这样的状况 但因为我们公司啦 这三十年来 我们从来没有欠过农民任何一笔款项 所以大部分以风评来讲都没问题 我就当天我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 其实我蛮 蠻纳闷的 为什么会变这样 所以我就立刻跟他约 打电话去跟他约 我就直接到他家去 我就开始跟他谈 然后我就跟他谈好规格什么的 我们都没有任何纠纷 我们就开始谈后续的合作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 是必须要的 合作一两次之后 然后再去谈 合得来合不来大概三次就知道了 合不来搞不好一次就没了 像他今天跟我讲说 最近是玉盒包的期间 他说他本来玉盒包拿不来的 因为他觉得有一些品质不够好 他不能够上市 所以到底市场当中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他们很清楚 有时候农民可能自己搞不清楚 他们甚至还比农民会挑选 其实农民真的只会种 你说水果后面的保存 或者是我怎么 我的品项我们只会看能不能出 不一定说我们真的很清楚 说某一个水果 我们可以转型到什么时候 尤其后面吃的部分 可是他们因为他们还经手卖 卖的时候会有时间差 那个时间差 就像他可能就要跟农民要求 采收熟度这件事情 假设农民不知道说 他后面要卖的时间 搞不好还要5到7天 OK 当然农民给他 采比较熟的果给他 那他都还没放5天 他就开始熟了 那他怎么再往后散货 他肯定就变成他的耗鼠 他就会赔钱 所以这个就是沟通的问题 所以你这几年 看他爸爸妈做的这么的有生有色之后 他的触角也伸出去了 你已经从国外自己代理水果进到台湾来 榴莲就是一个案例 榴莲这个月 下个月月初的时候就会进来 冻干的话是我先带进来 他是有原因的 他有做生鲜也做冻干 待会听你聊聊你的故事 接下来换你吃浴和包 我们要走到这边来做了 没有问题 最美的农妇 最正的农妇 是 你以前自己做玉米笋 种大豆 种小番茄 你怎么汹汹之间来做渔业呢 我是因为大概三年前 就是我有想要转换我的工作跑道 因为我从自产自销到做农民自主合作社 在网路上做一些蔬果的就是集货跟栽培 那做的也很稳定 开始很多农民都起叫我一些品牌销售 做网路销售的一些技巧 后面开始我本来没有讲那么专业的事情 后来发现 还很多人需要我这份专业 所以后来我被嘉一县 就是嘉一县政府的那个 他有一个农业处有一个国本学堂的计划 他邀请我到南部来当农民的讲师辅导业师 所以我在嘉一就辅导了很多农民 本来是辅导的农民做自创品牌 但后面就是因为嘉一县也有漁业 漁业很多 对 这个是我在中部没遇到 因为我们中部没有什么漁业这样 你如果说在台中 你当初在那个大都那边嘛 对不对 在大甲那边 这很多蚝啊 就芋头 对我们芋头大中 黄豆 杂粮类 杂粮类 对对对 在我们其实我们台中是很多温室 对 温室下去做种子 所以大部分都是比较精致农业 嗯哼 没有没有漁业 所以我到南部 那时候第一次接触到一两个渔民的时候 到渔屋去看 我发现就是 漁业很缺 很缺做品牌的耶 因为其实 漁业会比做农业更 更劳心劳力是不是 他在池里的 他在池边的时间 顾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你想看啊 那个田这件事情 我们在种植作物的时候 他是在提表以上 我们是看得到 目视的到 然后他任何状况都会发生在他叶子 你可以从花 叶果 去判断你现在有没有需要做什么事情 他是看得到的 对 可是鱼不是 他在藏在水面以下 对 你看不到 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变化 你就看到鱼在浮 所以 所以我常常听渔民讲 他们 离开渔温 通常就是要一个小时内回得来 的车程 因为他会紧张 如果真的出了室友通报 例如跳电停电 你立刻就是要马上回来 然后该处理该怎么办就是要怎么办 那如果来不及救你就 你就等个捞死鱼 但如果像这样比较的话 鱼业它的生产量可以非常大 那一池里面的量可以非常多 所以他相对于农业来说 获利利是不是 你要想钱吗 你如果说市场行销做得很好 或者是找几个像他们这种 超级鱼的通路 那个很好赚 你这样说是没错 可是你就是要考量到它的养成率 育成率这件事情 要能够活 它要真的可能 这个鱼有活到一定层数 不然你赔的钱是农业的很多倍 因为你要投资更多 饲料 我记得跟你说鱼每天都在吃饲料 饲料就是它换肉绿 那假设你都已经 例如以台湾鱼为例好了 那我们加下了4万为鱼苗 然后我们估计我们要收 就是一公斤左右的肉鱼 让人家就是去 剖成这样这样子的 就是台湾鱼片 它需要养将近9个月 然后它的饲料可能就要花到一两百万 风险成本偏高 你如果只要在你要收成钱 开始死鱼的时候 那你是多少钱飞掉 你知道吗 那个飞掉的钱是会淌鞋的 有可能还有时候 有时候常常遇到一些天灾 像之前我就听过鱼有他们在讲说 之前有一些风灾天灾雨灾 然后变成那个积水 结果枯了水都抹起来 水太多水垢又倒灌 全部的人都变成汪洋 每个鱼都不知道谁家的鱼了 那怎么办 没有办法 尿起了 因为鱼你够不回来 他就游走了 对就游走了 由去白人家就算白人家了 对 由去大河就是大河的了 你的胸还能处理对不对 里面包括像我知道 现在的养殖一月很厉害 像今天汇齐他很用心 他会特别把这个血涂箱拿来 他告诉我说 一般来讲 他这个模式这个颜色 就代表是真正可以养出好鱼的模式 这个是我今天中午从那个池里的那个水 这个沼水 养殖余温里面的水捞上来的 然后我就用那个袋子装了台湾雕鱼苗 台湾雕 还有泰国虾 这个是台湾雕 对这个是台湾雕 台湾雕的鱼苗 它里面有两三个尺寸 就是有有再小支点有再大支一点 台湾雕在长湾有十几支品系 梅子品系的就是有时候他的脸型会不太一样 脸型会不太一样 你继续说我想让摄影机看一下更清楚的鱼长什么样子 然后像我我自己准备这个鱼缸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大家以前我以前还没到鱼文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荒谬的想法 就是我不敢吃无锅鱼 因为我想我有听过无锅鱼是吃大便 吃迪赛啊什么的这样 我就是小时候也有听过这事 然后我都不敢吃这个 但是我到鱼文之后我想说 你的鱼文他们没有起赛啊 哪来这种话 对后来我才问鱼友 因为我才觉得说天啊 没想到你们都市人是这样看我们的 所以台湾雕 慧琪希望能够证明 把他证明 台湾雕其实 我知道说现在的那个 我们说以前五贵鱼就对吧 对对 以前都说是青菜路边挂底 就有对对 现在台湾雕应该没有那种养大便的了吧 还是其实还是有 没有真的没有 已经完全没有了 现在要养大便还不一定会收你知道吗 你还不一定能收 没有大便也能够喂是不是 就是我们大部分都是给他吃福姓飼料 像我今天有带这个福姓飼料 就是福姓飼料 我来丢两个让鱼上来 我们丢福姓飼料的原因 就是希望飼料是浮在水面上大概 它会大概浮的四个小时左右 至少要让鱼起来把它吸掉 吃掉 不要沉到下面变成就是垃圾 或者是污染水质的东西 所以你里面也除了养台湾雕之外 你还放草虾 草虾是很需要干净的环境 对不对 虾我放的是白虾跟泰国虾 我们放了两种虾 原因是因为 对呀 无果鱼吃了 就是台湾雕吃了飼料之后 它会大便嘛 对 它拉了之后 它的大便给谁吃 给白虾吃 真的吃大便的是白虾 对 然后白虾吃完之后 可是白虾有 白虾是一个很敏感的生物 所以如果鱼 水质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下雨 有时候会造成白虾死亡 因为它特别敏感 当它死掉之后 它尸体给谁吃 给泰国虾吃 因为它比它更凶 所以泰国虾是更底层 对更底层 然后我们里面还多放了几个底漆的就是鱼 被你抓走了 在这里 这个是鲁鱼 鲁鱼它就是嘴巴就是比较大 或者它牙尘力 它嘴巴只要张开 进得去的东西它都会吃掉 那它大部分都在底层 就是吃什么你知道 吃小的无锅鱼 因为无锅鱼会生小孩 可是这个生小孩对我们来讲是耗损 它会战士尿笔 可是我们又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就是只读 没有办法捕捞或杀掉它 所以我们就放了鲁鱼去吃掉第二代的鱼鸟 这是一个生态链 是 就是我们用生态链的观念下去 在照顾现在的鱼鸟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养殖鱼鱼 它们的做法都已经偏向生态 或者是很自然很永续的状态 所以已经完全不是 这是以前的那种大家的想法 我真的就是我自己实际在鱼鱼 这样走跳三年 我要替它们证明一下这样子 所以你也是后来没有继续种小番茄的 你现在就是跟渔民们 一起这双品牌 是 然后希望让大家看到 台湾的养殖鱼业已经到这个状态 对我自己到 其实我一路到现在已经做农12年 我从我选上百大到现在 这是我已经12年了 那我在农业看到的产销的不平衡 其实在你真的很喜欢 待会都送给你 就是我在农业看到的产销的问题 在鱼业越来越少 我三年前进入就是养殖鱼业的时候 还有这种产销 例如就是渔民卖 就是养了可是价格不好 养到可能没什么获利或赔钱 但是这三年 渔物面积急剧减少 对 因为都种店去了 就是养殖面积少非常多 尤其就是我现在在加一县一卒 那附近 就是原本我就是我们家从大陆进来走进来 整条路至少有可能七八十公顷都是有养殖的 可是三年后现在应该只剩下一半 因为很多人把鱼撞光电了 那怎么改变 等重光电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常常在外面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说现在养殖鱼院你只要养得出鱼 你一定会赚钱 因为台湾在鱼产的致给率是降很低了 瞬间降低 其实是开始要不足了 所以接下来鱼价都很好 尤其这两年鱼友们都很有感觉 鱼价都是提高很多 所以这个行业他不会不赚钱 可是你要回来学 回来做 所以我在此就是在设计上来 我要呼吁一下 呼吁一下 如果你家中有老人家 有老人家的就是鱼温 爸爸妈妈有鱼温 爸爸妈妈跟你招手 请你回家 一定要回家就是接手鱼温 然后如果有养殖上的任何问题 就是我们嘉义线的那个兽医们 都很乐意协助解决 然后如果有品牌上就是销售管道问题 欢迎找我 就是在联书找 台湾这个农夫陈慧琴就可以找到我 其实我们也不能够一直仰赖其他国家 把进口鱼给我们 对不对